跟著繞進隊伍走 粉色帽子阿嬤沿路從補給站 先是抓了一把糖果 放進手中竹籃 接著再拿瓶水 加快腳步跟上藍衣男子 兩兩行動手速都很快 下面有看到棋樓有人落單 立刻向前結緣 女子不宜由他拿出一百塊 得手後快速逃離現場 你們可以這樣子嗎 說是結緣卻變成買賣交易 心臟全程直擊 面對質問藍衣男投也不回 加速往前走 十一月八號到十號 白沙屯媽祖在高雄繞近三天 結果有信眾發現 疑似有集團利用免費結緣品 在騙相燈缺錢 疑似集團是詐騙 兩人一組騙取善款 而他們的特色就是 人手一個竹籃 不只拿糖果餅乾欺騙 甚至還有更離譜話術 詐騙金額一百到一千塊 不等 類似的詐騙手法 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過去也有人利用公廟名義 謊稱要辦廟會 愛家愛戶說服民眾添香油錢 甚至有人謊稱要協辦 聯合繞境募捐幫助 清寒家庭 明明是免費結緣品 馬祖信眾的善行 卻被詐騙集團盯上 口怕結緣不成 現變簡約 三線文求問 黃世涵高雄上報導 請用 och指導